浪漫繽紛的煙火在夜空綻放 大稻埕煙火17日晚間8點登場 每週三施放煙火 以及8月10日七夕情人節 共4場主題煙火秀 今年的煙火時間比較長一點點 7月3場煙火都是300秒 那8月10號是480秒的煙火 大稻埕周邊交通管制 環河快速道路以東 梁州街以南 從市民到塔城長安以北 每晚7點到9點半車輛靜止通行 今年也火拉長秒數 人潮預估也比往年多 上一次我們最多其實是在週間的 是大概5萬左右 最後一天的情人節 大概有10萬左右 這次加上音樂會 讓活動時間可以拉長 每一場次可能會有6萬人左右 8月10號當天 有可能會到12萬人 推出專屬週邊限量商品 大稻埕夏日節 今年與商圈80間店家合作 用火樹銀花吸引人潮 帶動買氣與觀光 打造專屬大稻埕的夏日慶典 記者陳其鵬 台湖的